大陸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最高领袖专用的大红旗专车 缓缓抵达费罗利庄园 结果说时迟那时快 幸好美国一队眼明手快往后退两步 才没有被习近平的座车撞上 衍生意外插曲 美国总统拜登在拜习会 会后记者会上强调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 也当面向习近平承诺美国支持一中 并希望大陆别干预台湾选举 而新华社转述习近平发言 表示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 体现在具体行动上 停止武装台湾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 路透社引述白宫资深官员说法 指出习近平澄清 美国称解放军 打算在2027年或2035年前动武 并没有这项计划 没有人跟他说这件事 拜习会在台湾问题上 各自划下红线 TVBS新闻林玉珍 代元丽综合报道